白鹿台风要来了 23号上午南方欧渔港就涌入了800多艘的渔泉 所有的泉都紧靠着这个阑神紧紧绑在一起 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风浪做好准备 好白鹿台风新西台湾 特别是南台湾的肯定是手汤其冲的 现场情况如何赶快把时间交给人 在现场的记者曹卫生告诉我们 好的直播给外长我们待你的关系 好非常谢谢卫生 带我们了解现场最近情况 更多新闻内容我们随时为您掌握 另外就是23号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 在基隆有一处社区门口发生了休旅车 爆抽这个撞车的意外 开车的是一名女驾驶 根据目击民众表示对方下车的时候 浑身是酒气 不排除有可能是旧驾的时间 23号上午有一辆轿车要载人 载对象的妻子她违规就左转了 结果后方的女机车骑士就下车不及 当场就到地不起 至今还是命为当中 但是因为现场并没有监视器画面 所以家属真的很无助 所以就上网寻求案发当时的行车记录器 今天是周末 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白鹿台风 现在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昨天下午2点30分的时候 其实已经发布了路上的台风警报了 目前已经有6个县市会宣布停班停客 而中央西洋局其实也预告预告了 这个轻度的台风白鹿 一达台湾的时候呢强度会来到了青台上线 所以现在台风路径到底如何呢 在清前清晨4点左右的时候呢 其实白鹿台风的暴风圈 已经来到了巴士海峡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相当高近台湾 它是以每个小时29公里的速度呢 向西北这个方向来进行前进的 预估会在7点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接触台湾的陆地 那也会穿越的地方包含是东南部地区 还有高平地区这些地方 甚至是这个桃澎湖呢 大家都一定要小心注意 还要特别点名的就是东部近海的朋友们呢 会有机会出现了7公尺的一个浪 所以提醒民众要减少海上的一个作业 而另外呢就是这个整个降雨的一个情形 到底又是如何呢 凌晨呢其实随着这个台风逐渐靠近 所以呢要特别注意的地区 像是呢这个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川半岛还有这个风雨呢 都会有明显增强的一个情况哦 至于呢像是北部以及宜兰南部地区的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会有间歇的这个阵风 或者是这雨发生的一个几率 这种风雨呢也会越来越明显 C还是一样的民众一定要记得西带雨具 至于呢中部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了 说到这个中央山脉这个屏障 其实呢这个平地的风雨还是比较不会太大的 不过呢其实台风预计会在礼拜天的时候呢 就会登陆这个中国的南部 所以高压会往西边的延伸 所以天气呢也会快速的好转 这块呢会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阳光就会露脸恢复好天气 以上呢就是天气资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 林卉泽新闻小点则是带您聚焦的 就是呢国民党的总统参选员韩国瑜 原本呢这周日会来到了台中来拜庙 但是呢因为这个白鹿台风逼近的影响 自韩国瑜所以决定了留守高雄防台 二度取消了台中行 聚焦练电影聚焦就是郭柯王三个人 终于在823炮站纪念日首度的公开同框 虽然互通很卡但是三个人还是有握手合影 超过了50秒 因为市长柯文哲更是公开的表示 他们不但有共同的现在还会有共同未来 似乎亦有所知 记长柯文哲接受主播陈亚玲的捐访 被问到跟望中集团董事长蔡言明的关系 柯文哲表示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双城论坛 两个人才会有范子 好第十一号台风白鹿将会影响南台湾 特别有感的就是南台湾的朋友们了 我们现在赶快把镜头转到高雄 现在风雨情况如何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记者陈主席告诉我们 好 非常谢谢如讯带我们了解最新情况 另外就是因为日前大雨不断 蒸华跟南投都有土石崩塌的情况 而且还没有修复 现在台风又要来了 特别有感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蒸华花坛皮革工厂 因为它的地基被掏空了 业者真的好紧张 买了一个大型的帆布 就铺在裸露的土石上来防台 希望能够减少雨水冲刷 白鹿台风要来了 各界都严加的戒备 不过没有民众 却在二十三号的时候 就像女友求婚 场面相当温馨 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 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的军营 发生了火警 锦销货波之后呢 赶快出动就在车来进行抢救 相信情况把时间交给詹怡婷 高雄两名男子骑车行径 见过一路的时候就发生了行车纠纷 他们就在路旁打了起来 其中一名男子还拿出了螺丝起字要攻击对方 另外带您关心的就是另外一则重要的消息了 在这个高雄我们刚刚了解到了 就是有两名男子因为行径见过一路的时候 打了起来 那现在呢带您关心的就是呢 这个因为白鹿台风就要来了 很多人呢 民众看到市场的菜价太贵了 纷纷就转往价幅比较没有那么高的量饭店来进行抢救 近时关带您关心就是台风的最新情况了 根据了解大概7点的时候呢 这个台风就会出路在这个恒泉半岛上面 大概8点的时候呢 就会抵达台东这个地方 而中心登陆应该是恒泉半岛的时间 大概就是来到了周五的一个时段了 而在下午呢 暴风圈就有机会可以脱离了 而在华东地区要特别了解哦 就是会上修超过超大的豪大雨 那现在带您关心白鹿台风的最新情况 海面上 好有地球之费称号的亚马逊热带雨林 现在已经发烧没有办法呼吸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碰上有史以来最频繁的森林大户 而且专家已经警告了 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 巴西已经出现超过7万4千起的火灾 引发各界的关注 但是他们的组织是环保团体自导自演 让很多人听了好傻眼 美国总统川普23号的时候 在推特上面再次的批评中国 他怒骂中国多年来 窃取美国的智慧贼成权 害得美国损失了数兆美元 而现在呢 他说中国要是还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川普表示他绝对不会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也表示美国不需要中国 美国没有中国会过得更好 而且也说他稍后呢 就会对中国加征关税做出回应 另外同样也是川普在澳洲的智慧研究报告就指出了 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已经出现衰落情况 而中国的解放军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摧毁这个地区大部分的美军 对此呢 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军力 要是中国解放军敢出手的话 中国将会付出他们不想要的代价 美国共建设70周年即将要到来了 电影宣传片就大力的放送 向香港民众来进行喊话 军工将年改去年三件齐发 到今年7月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替国库减少了280亿元的支出 但是其实也造成了上万名的退休人员 非常的不开心 而在23号的时候呢 大法官已经视线 结果已经出炉了 针对军公教退休之后呢 转任私校敬领月退缝的部分 是宣告危险 光局耗资了300万元推出的 国立积极美术馆彩绘列车 现在出现很多问题 包含它的石虎 不像石虎 看起来比较像花豹 而且呢 它还采用的是没有取得版权的 康熙字典体 而且还有网友抓包发现说 这可能是来自于国外的图库网站 而它的设计师江梦之在23号凌晨也开直播了 证实石虎确实是购买图库的 而且是物用版权被买断的康熙字典体 是它的疏忽 未来它会多加的注意 大家喜欢喝苹果西达吗 这个台湾老字号的饮料呢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它就主动通报了 原来它有8万瓶两公升的饮料 里面含有悬浮为例 而且呢 其实不只有这一次 包含8月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有发现这样子的一情况 相信原因其实还在调查当中 而新北市卫生局正在全力的回收当中 而通过回会焦点 带您聚焦的就是这个惊险画面 张华有一名理性骑士 他就在这一名女子要跨越双黄线 要超越前方的货车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moment 货车司机正好要左转 而机车骑士也刹车不及 就当场被撞上 而后座的女乘客呢 非常的惊险 他就被卷入了车子底下 还好呢 这个货车发现 紧急煞车 所以之后 并没有神秘危险 带您一块来了解